就是这块位在高雄文山特区内的变店所用地 被3D开发 同时是高雄客运东市长 也就是知名的虫化大王中家村 申请变更成市场用地 未来这里预计要新建 堪称文山特区最大 地上11楼的大型百货商场 若是都省顺利通过 2020年上半年就可动工 日估获利将有上百亿元 让原本一毛不值的土地大翻身 年代有望带动周边房价 而高雄地标包大楼的部分楼层 则是被年代伊甸市 同时也是三合资产公司 东上炼台生给标下 外传炼台生跟三立东上林昆海 还有中家村三人 透过合足土地开发公司 近年来联手在高雄四处列地 另外位在高铁左营站旁 原建台水泥厂区约2.2万平的土地债权 也是炼台生在2017年所标得 西部高铁东部快铁 就缺屏东这一块把它连起来 方舟人士就透露 原来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宣布高铁将延伸到屏东 其实就是在替建台水泥厂区 量身打造解套方案 高雄市交通局官员也向本刊记者证实 只要暗中运作一下 顺理成章征收不是问题 其实炼台生林昆海跟中家村三人 投资眼光会这么精准 甚至到了能预知的程度 被指控疑似就是凭借跟绿营关系良好 三人合作抢先进场低价购地 再以变更地务的手法 转手获取数十甚至百倍的暴力 大捞土地财也让不少在地人士看不下去